在五大联赛各个转会窗即将关闭的几天之前,在北京时间8月30号,黄马官方宣布签下利昂球员马里亚诺,此次转会在实际操作当中更像是以一种回购的形式。 因为此前马里亚诺正是在黄马出走的,而且黄马一直对这名球员有着不小程度的拥有权,据悉转会金额在3500万左右,但由于本身黄马方面,对他就有着35%的所有权,所以这笔交易的金额实际在2000万欧元左右。 在签下这笔交易之后,不少人也直言道黄马新任主教练,的眼光实在是太毒辣了,一眼就看出了目前黄马阵容的问题所在,为本泽马签下一位有实力的替补。 对于多线作战的黄马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,在上个赛季当中,随着莫拉塔的出走,黄马阵中就只有本泽马这一名具有及时战斗力的前锋。 虽然在欧冠当中黄马实现了三连冠,但是在联赛中却被巴塞罗纳甩远,在封线板凳厚度不足的情况下下要应付周期漫长的联赛,还是显得非常吃力的。 此次迁回马里亚诺,黄马方面也是看出了阵容当中的这一问题,所以他的回归对于黄马来说显得尤为重要。 目前年仅25岁的马里亚诺,虽然已经不能再衬师为小将了,但是从他的身上还是能够看出具有一定的潜力。 本来无意回归黄马的他,在主教练的亲自劝说下最终还是决定回到职业生涯开始的地方,12年才加入黄马清勋的他,虽然不是从小在黄马长大,但是当一六赛季开始时他第一次踏上职业赛场, 就注定意味着黄马对于他来说是最特殊的一家俱乐部,这比签约在增加黄马实力的同时,也给全欧洲其他球队出了一道无解题,本身黄马阵中就不缺乏出彩的球员,但是本泽马缺少替补这一弱点,也被其余球队发现,本想着去限制一下本泽马,就能够限制住黄马。 但是如今黄马却给本泽马找来了一位脱右实力的替补,在为利昂出场45场比赛中能够打进21球,这足以说明马里亚诺能够保持稳定的进攻能力,而这正是本泽马和黄马同时缺少的因素, 他的到来不仅能让黄马的主力队员获得更多的休息时间,而这也是夺取联赛冠军的关键一点,这样一来今年无论是西甲还是欧冠,都产生了更多的悬念,在C罗离开之后马里亚诺也刚刚接过黄马7号的球衣, 这个被C罗数次夸赞的年轻人或许真的在新赛季,该让全欧豪门感到不安了,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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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